來講其他 這是建築邏輯現況的成績 接下來是有關於回饋計畫 我想居民比較關心 將來在這個計畫裡面 各位可以享受到的一些回饋 那在我們活力健康區域的回饋計畫 就是有規劃一個公益的時段 會開放鄰近的民眾免費使用 這些裡面包括國立健康區域各項設施 而且年滿65歲以上的老人 身心障礙者及低收入者 在公益的時段免費來使用各項設施外 也在其他時段可以享受優惠的價格 那這個規劃公益時段 也可以開放給鄰近的民眾 免費使用這個網球場 那周邊的鄰里包含了大人里、大道里、松茂里、 中坡里的這些社區居民 可以使用這個中心所有的設施 那將來會以一般的收費的標準 再打發著來優惠 那同時也會提供民眾有關於這個健康的一個資訊 在廣市溫護環裡面 也會免費提供這個民眾來參觀使用 那公園的一些裡面的設施的部分 那這個公園裡面將來會有設施腳踏車道 運動的設施 那將來國的開發在公園內也會定期的來贊助 舉辦公益的活動 並且跟這個園區內的社會福利機構來合作 推廣這個廣市外的理念 來回饋這個園區以外的一些社會福利的團體 在老人服務中心的回饋的部分 我們將來會開發這個老人服務中心的設施 給這些社區的民眾 每個月至少會辦理一次另一個活動 那辦理活動的時候也會主動邀請這些家屬 跟附近的民眾來參與增加互動 那也會為這個居民的民眾來進行這個免費量血壓的活動 也會提供這些保健的常識跟社會福利的諮詢 諮詢的服務或是心理的諮詢等 那也會跟這個醫院來建立這個醫療合作的關係 並開辦相關的門診 那這個部分的話還是要經過一些相關單位的核可 如果核可的話就會來開辦 另外是持有身心障礙者年滿65歲以上 撫養醫務人為擔心者會優先的一個收容 那周邊環境的部分的一些回饋的部分 包括我們會經有一些措施 包括一些街景、家居跟幫我們造景 那未來也會定期的跟居民舉行一些 那個同班聯誼的活動來增進這個跟黎明之間的一個起義 那接下來是有關環境影響跟檢情對策的部分 那這個計劃的施工的時間 預計是在民國100年的7月 也就是通過環批、通過都市設計審議 束保計劃通通過之後 才能經過政府核准取得建造之後 預計是在民國100年的7月開始 那施工時間大概預計是3年左右 會到203年的6月 那淵林的工程裡面包括我們有計畫道路的開闢 管線的遷移、開挖的工程、廣土、結構體的工程 然後還有建築物內外部的裝修以及景觀綠化 那我們整個的一個基地的土方量 就是所謂的廢土 在我們北基的部分 這個藍線就是我們的開挖區 我們這個藍色開挖區的部分 我們的土方量預計是15.2萬方 在南基地就是南基地這個開挖區的部分 預計是30萬方左右 整個合積大概是46萬方 那我們施工的一個動線會 就是這個七組車 那我們為了要避免這個影響居民 所以我們盡量是規劃使用大陸或者是國島 那也要配合這個台北市政府一個政策 目前台北市政府政策 希望能夠把這個企圖 能夠往這個北口適應科技園區 那個地方去填埋 所以我們在規劃動線的部分 我們會保留一條往北的方向 往北的這個企圖動線 我們會由大道路經過永濟路 右轉基隆路走塔幼街、冰江街 然後從這邊可以上到風路 或者是繼續往北到北口這個地方 那另外一個動線的部分 就是由這個福德街西路六段 走這個西西支線 國道3號為我們主要的一個動線 那這樣一個動線 是希望能夠盡量能 避免影響居民的一個安寧 在我們起駒的時候 我們這邊也會避開夜間 就是夜間我們並不會做起駒的動作 還有上下我們這個交通接通時刻 我們也會避開 在噪音震動影響的部分的話 將來我們這整個一個 施工主要的一個噪音的影響 主要是來自於這個開挖 或者是我們運輸的時候 所產生的噪音 那這個部分我們將來在我們的 整個工區外面 我們會做一個很完善的施工為例 而且我們這個施工的時間 除了這個連續比 它是基於安全的一個必要 會有可能連續的施工之外 其他的工程都會依照施政府的規定 是在夜間不施工 那另外施工機具的部分 我們也會定期的保養 在空氣品質的部分 將來在開挖跟運輸的時候 可能對於這個延期的居民 或者是附件居民會有一些影響 那我們對設置 除了設置施工為例之外 我們在這個季度卡車車輛出入的位置 我們會設置一個洗車胎 而且會清洗輪胎 那這個季度車在出廠前 我們會要求 一定要要求 請它要加蓋這個防塵布 不能讓這個季度到處的散落 那我們也會進行這個空氣品質的監測 那會如果有這個超貨的話 一定會叫施工端端端做開散 在污水的部分的話 未來的影響是由於這個 就是基地內有一些泥漿水 能流到基地外 還有人員的生活污水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會依據這個規定 我們在施工期間會提出 民間工地的禁流廢水山計畫 所以這個計畫的目的就是 要將這些工地的一些泥漿水 然後把它在要經過這個沉沙池 解水溝 不能夠讓它漫流到這個工地外 那另外在這個雨季之前 我們也會派工人 到附近的水溝 我們會把它做一個清除 避免這些水溝的一個 預設造成淹水 在工地這個施工安全的 交通維護的部分 那將來施工前 也會提供這個交通維持計畫 會經過台北市交通去審核之後 來進行這些施工動線的安排 那一個重要的程度 就是我們一定會避開 上下湖交通的監封時間 那這監封時間也是最重要的考量 也就是不要影響居民之外 也不要影響這個 孩童上下雪的一個安全 還有我們的施工的一個 車輛的部分 我們將來都會在基地內做停等 我們不會沾用周邊的道路 那游泳期間我們的污水處理的部分 那我們整個一個污水量 大概是在2339公噸每天 那我們這個區域是屬於 台北市政府公告的一個 下水道區域範圍 我們也恰學了這個 台北市公共區衛生下海道工程處 我們這個基地是可以接入 這個衛生下海道 所以將我們的污水都會接近 這個下水道當中來處理 那在游泳期間的交通維護部分 經過我們的交通公司的提估 在我們周邊的這個 就是早上跟下午 我們所有的這個附近的 這些道路的服務水準 都是相同的 那將來在我們這個 我們左邊的這個 福德街巴士下會拓關 那這個中間會開避一個計畫道路 這些措施都會減輕這個交通的衝擊 那未來我們這個計畫 也會有一些交通改善措施 例如停車場資訊的顯示牌 我們將來出入口的一個安全管理 還有將來我們這個基地 也會設置一些自行車的車位 鼓勵這個綠色運氣轉乘 那這些計畫 我們將來提送這個環境 環境講說明書 以及這個交通影響題目 都會經過交通學審核之後 來實施 那正在環境影響的部分 我們也擬定了一個環境監測的計畫 正在剛剛前面所報告的 我們會有空氣體質 放流水 零件噪音 環境的一個噪音 以及交温流量 我們會在附近的一個 我們影響的區域 我們會設置這些監測的一個位置 我們會每月監測一次 那部分的項目會每月監測一次 那今天我們這個簡報的一個內容 那因為剛剛這個今天來的 居民非常踴躍 有部分的民眾 沒有拿到我們的簡報的資料 那這部分我們會 在會後我們會 印這個資料放在里長那邊 可能請各位居民 再去跟里長索取 那另外我們今天 有準備一個發言單 所以這個發言單 希望等一下居民有發言 希望能夠把這個發言單 發言的內容 能夠做一個書面的一個紀錄 那除了今天發言之外 我們等一下再 在出口這邊我們會留發言單 就是各位可以把發言單帶回去 有任何的意見 那請各位在叫里長那邊 我們會來跟里長拿 這個各位的一個意見 那今天的一個簡報就到此了 謝謝各位指教 那接下來的一個時間 我們就是 開放給各位 民眾來做說明 那看到這些事情 那請一個